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来学习的是第二节 围绕着绩效审计的程序 那也就是说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认识了何为绩效审计 那你要在做绩效审计的时候 肯定要有程序流程顺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第二节呢 就叫介绍绩效审计程序 那它的考点就这一个 就一个考点 让大家去清楚 让大家熟悉绩效审计程序中的 各个阶段 以及对应的相应内容 那么简而言之啊 第一个各位你得知道什么 这个流程是什么呀 第一阶段叫立项 第二个叫准备 第三个叫实施 第四个叫做报告 以及后续的跟踪 对吧 当然这四个阶段很好去识别 为什么 第一个干点什么事 得先立项 得先做准备 对不对 然后呢你立完项了 做了准备了 要实施 再结合着刚才我们讲的绩效审计的特点 它不是还有未来的建议吗 所以它有未来的建议 那就不单纯是报告完了就完了 还得有什么呀 得有后续的跟踪 对不对 所以这四个阶段能清楚吧 四个阶段 好了 那另外呢 按照我们的考纲的要求啊 考纲要求中呢 针对于绩效审计 还要求大家去熟悉 它的程序各个阶段的内容 或者换句话讲就是 这里面的内容 你也得熟悉 最简单的是我拎出来一个东西 你能告诉我 它是哪个阶段的 我拎出来的东西 你能告诉我 它是哪个阶段的啊 好 那我们看到了 这四个阶段 对不对 四个阶段 来咱们先来看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叫做审计的立项阶段 那你想立项 那跟我们的这个项目有关 那我问大家了 跟立项跟项目有关 第一个考题就出来了 什么样的能够立项呢 对不对 什么样能够立项 或者说 在你立项的时候 有哪些影响因素 在你立项的时候 有哪些考虑因素 看到了吗 并且影响因素的正向反向关系 当然呢 在这我已经说了 它都是正向的 都是正向的啊 第一个立项 立项这个项目要看 这个预计的审计效果 那也就是个大果子 大成果 那么预计的审计效果 审计效果越大 被选择审计项目的机会 也就越大 为什么呀 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 能够起到它应用的作用 对不对 起到它应用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 看它的预计的审计效果 第二个呢 资金的规模 一般来说 资金的规模越大 那么财务的重大性 重要性也就越明显 那么越关注这钱花的 经过经济呀 效不效率呀 是不是 哎能懂了吗 资金的大小啊 所以在这里面 我跟大家这样讲 你听着啊 效果越明显的 越值得大白话 效果越明显的 越值得做绩效审计 你压根就没什么效果的 好了坏了的 无妨 那做它有什么意思呀 浪费时间 劳民伤财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资金 资金什么呀 你几个亿的 和几块钱几毛钱的 几块钱几毛钱 审什么审呢 丢了 雕在路上 有人都不惜减 对不对 就是不惜那个弯腰 那不惜要弯腰的情况 就是没有什么效率嘛 对不对 工作效率太低了 我弯腰这能更多 我不弯腰这能更多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资金的规模 能懂吧 第三个叫做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越大 开展绩效审计后 能够给被审单位 带来的改进 也就越大 所以说呢 被选中的机会 也就越大 看到了吗 还有就是管理风险 风险大 所以我改进才比较明显 那么机会也就越大 是不是 好 再有影响力 影响力越强的 项目越容易被选中 对不对 还有呢 成本和可操作性 那成本和可操作性 成本性 成本低的 可操作性强的 那么被容易选中 绩效审计 所以大多数都是正向 这个可能还不大严谨 对不对 谁呀 除了那个成本之外 包括其实刚才我们这儿 所说到的 这个可操作性 它都是正向 可操作性强 对不对 那么越容易被选中 所以只有一个成本是低 成本是低 当然在第一节当中 你如果理解了 你也就能够清楚了 对不对 好了各位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选择性的题目 好 接着 立完项了呢 立完项了 那么如果说咱们 就你的立项的项目 就单个绩效审计项目而言 那我们要做准备工作 对不对 那准备工作需要做什么 准备工作需要做 比如说初步调查了解 你立了项了 得要去了解 再有呢准备阶段 要确定我们的审计目标和范围 包括重点 还有呢 确定审计评价的标准 评价审计方法的体系 编制审计方案 对不对 所以说直白一点 这叫做什么 准备工作 所以那你想想 什么属于准备工作 第一 我得了解 第二 我得明确那个目标 对不对 我得明确目标 所以在这里面 它比较能够考到的是什么 同样还是在延续我们第一节讲过的 第一节讲过的不是就是将我们的绩效审计和财政财务审计报表审计做对比吗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了 报表审计的目标和标准 它不用在准备阶段去明确 对不对 因为报表审计说的直白点 当你从接了开始 你要看报表 这个财政财务收支是否恰当 目标都是明确的 标准早就明确了 对不对 而且如果大家有学过CPA审计 我问大家 接不接 它那个前提条件 是不是要看那个编制基础 是否可接受 官层是否理解任何责任 它其实在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做的棒棒了了 对吧 那只不过 我们这儿不是讲的报表审计了 我们这儿指的是绩效审计 所以绩效审计的准备阶段 会涉及到目标的明确 还有什么呢 标准的界定 对不对 标准尺度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 绩效审计目标贼多 你立完项之后 你得知道我这个项目 我的目标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顺着上一节吗 对吧 它目标贼多呀 那明确咱们什么目标啊 对不对 并且结合的目标有确定它的评价标准 所以你会发现了 在准备阶段 确定我们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 是它的关键 为什么 得有先有标准 得有那个尺度 得有那个衡量的尺子 对不对 好 所以说 作为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 它是绩效审计的关键 而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指的是什么呢 理性的人对审计事项的理想的语期 或者说一种规范化的模式 我得个标准呢 这绩效 我想一想 这要达到什么程度就会好 对不对 比如说 同学们就会说了 什么样的效果好 听完课我就记下来了 效果很好 对不对 而不是听完了 我还得再去背 背完了又怕我忘 那恐怕就不好了 所以你就在你的内心中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评价的模式 评价的标准 所以像我们的绩效审计也是一样的 绩效审计它的评价标准 就是我们理性的人 对审计事项的一个理想的预期 或者一个认识 或者是一种规范化的模式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绩效审计 绩效审计 它的一种模式 再有标准怎么样 这么说吧 你虽然说一种理想的预期 那标准也不能老变呢 标准也不能够模棱两可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即便是绩效审计的标准 也是一定要求的 可靠 客观 相关 代表 明确 可比 可获得性 这个特征 好 我说一下啊 这个展开的意义不大 但你得知道 标准得是可靠的 对不对 得是客观 不能是偏向于谁的 标准得是跟你的目标 是相关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可观 对吧 可观 有客观 有相关 还有呢 有代表 你的标准能够代表 它的一个特质的 要明确 可比 可获得 你发现了吧 所以我们有说了 叫做三克两观 代表明确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三克 三克 其实叫三可 然后还有一个克嘛 叫三克三可 对不对 好 两观 两观是两个观 一个是那个客观的观 一个是相关的观 三克两观 代表明确 对吧 代表明确 你稍微的看一看 混个眼熟就行了啊 混个眼熟就行了 好 那么在这儿 通常 可以作为绩效 审计评价的标准 是什么呢 像我们的法律法规 它是确定的 可以 还有呢 像国家行业 或地区的正式标准 OK 也可以 再有呢 像我们的专业机构 研究 制定的专业标准 也行 包括像我们公认的 或者良好的实践标准 行业地区的平均水平 先进水平 其他国家的标准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 是这样的 像法律法规的 像国家的 像行业的 像专业机构的 这些你都不用去记了 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 都不需要记了 记什么 记公认的 一般公认的 我们都不会 作为标准的 有些就是没有 去定下来的 对不对 公认的 良好的 还有呢 被审单位 自行制定的 你不要以为自行制定的 不认 也认 自行制定的 比如说 可行情报告 预算 目标 等等 对不对 再者呢 有关利益 相关人的 评价标准 利益相关人 当事人 跟我的亲身利益相关 对不对 他的一个评价标准 所以在这 你要真要记 我觉得看看这里 因为这个呢 他比前面 这个要好记 对不对 因为前面 这个标准 就是可靠 客观 这些你可能 不能编出乱码七糟的 编出乱码七糟 一眼都能够 识别出来了 所以刚才孙老师 让大家抓关键词 对不对 但这样你要清楚 他可能就会说了 说这种 实践的 公认的 他可能不能 作为标准 然后可能会认为 说企业自行令的 尤其特别爱考 预算 有人会觉得 预算是不确定的 预算是个估计 那恰恰在这 这个绩效 不是有预期的吗 预期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再有还有就是 相关利益的 利益的相关人 当事人 当事人才能够去评价 效果怎么样 对不对 当事人在评价 哎 这个我的感受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是要清楚的 明白 好 再者呢 再者其实在上一讲 咱们做题的时候 你有见到过 跟我学审计呢 我也说过 说咱们利用外部专家 工作 是绩效审计中 一种常用的 收集恰当 证据的方法 但有一点 在你利用外部专家时 审计人员应该 对利用的外部专家的 工作结果 形成的结论负责 也就是说 你利用他人工作 你自己要去负责 对不对 并且呢 其实为了保证 外部专家工作的质量 审计人员必须要 向外部专家 阐明工作的目标 并对外部专家的 工作质量 进行评价 所以你看到 所以说这里面 绩效审计中 因为什么 比如老师这没事提外部专家干嘛 我问你 国家的 行业的 公认的 那么谁更加权威呀 专家 所以说在这评价的时候 他我就得提专家了 行业的专家呀 对不对 整个行业的领军啊 领军人物专家呀 所以你要得到专家的评价 对不对 看专家怎么说 那就会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但是你利用专家工作 其实是不减轻你自己的责任的 这个在我们的审计人员当中 审计工作当中 都是相通的 你但凡利用谁的工作 他都是相通的 都是不会去减轻相应的责任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要去关注啊 要去关注 好 再者就到了什么 到了审计的实施阶段了 而实施阶段呢 它就是什么 收集充分时长证据 干活干事呗 对不对 并且对收集的证据 进行分析和归类整理 所以大家发现了 其实在证据上面 我们依然还要对比 依然还要对比 但是证据上依然还对比 可是你此时此刻绩效审计 和我们的报表审计 它的质量 它的这个充分适当性啊 其实跟报表审计 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有看到这了吧 所以说呢 在时时阶段 你就想了 时时阶段 做程序拿证据 只不过我们的目标不一样 我做程序拿证据 为我们所利用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质量 充分适当 充分适当 质量数量的要求 是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的 看到了吗 所以在时时阶段 没有根本性差别 而那么结果呢 通常包括标准 事实和影响 在发现问题下 还包括对原因的分析 对不对 所以说的 时时阶段 就没有什么了 好 然后再者 像我们的报告 和后续跟踪阶段 那刚才我提到了 所以审计报告 后续跟踪阶段 它就有一个后续的改进 建议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部分 其实你会发现 它也没有与财务报表审计 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其实说直白点 我们财务报表 发现了有重大作报 也会跟被审单位进行沟通 让大家进行改正 更正 内控审计是这样的 也让他进行改进 对不对 也会有意见的反馈 所以你发现 像绩效审计报告的内容 里面有工作的背景 工作的目标 有我们的总体目标 有范围 领域的目标 具体怎么做的 对不对 包括对于每一项目标的结论 发现违法违规的处理情况 以及还有反馈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它通常很少去考核 而且再者就这句话 其实就已经奠定了 它的考试地位 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说了什么呀 说了报告和后续跟踪阶段 与财政财务审计 与我们的报表审计差别不大 那与我们的报表审计 财政财务的审计差别不大 那就基本上考头就没什么了 能识别出哪个阶段就可以了 所以同学们 看到这里啊 哪里啊 看到孙老师的导图没有啊 怎么讲 刚才在上来导图的时候 他变傻了 为啥呀 想想 四个阶段讲完了 立项阶段比较爱考准备阶段 它有特色 它有跟我们的财政财务审计不一样的地方 而实施阶段和报告跟踪阶段 是不是与我们的财政财务审计 没有什么差别 差别不大 所以他们单考的一 也就没有那么的大了 对不对 所以我经常也跟咱们同学聊天 就同学经常跟我聊 老师这要看吗 那要看吗 我是很少在考试中给你们减精复担的 我觉得这个看前两个阶段就OK了 后两个阶段 那么它都是跟我们的报表财政财务审计 没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用我们在其他阶段 爱其他审计阶段 学过东西也是通用的 明白 好了 那我们看看咱们这儿能考什么 就看看咱们的绩效人能考什么 所以这儿真的很简单 来单选题 下列有关选择和确定绩效 审计项目的说法当中 谁呀 立项 对不对 立项 立项不就影响因素吗 他们说法中错误的是 A 资金规模越大 机会越大 对的 管理风险越小 机会越大 得就你了 管理风险大 我们才会越大 对不对 社会影响越大 立项越大 可造错性强 立项的机会越大 对不对 所以就是影响因素 和正向反向关系 那这要题答案是B 因为管理风险小 立项的机会就会越小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看 刚才我说那个 三克两关 代表确定 代表明确 对不对 还记得那口诀吗 三克 当然这三可 然后呢 两关 对吧 两关 哪两关呀 有客观 相关 对不对 还有呢 代表明确 口诀啊 要口诀有口诀 但是其实我不擅长编口诀 我更想给大家讲道理 不过呢 这个道理好像讲不通啊 绩效审计 规定的 对不对 绩效审计的标准 三克两关 代表明确 那你发现了 相关 对不对 客观 代表 还有可靠 行了 答案什么 A B C E 对不对 好了 今年新增口诀啊 三克两关 代表明确 三克两关 代表明确啊 当然这个克可 有个大舌头的谐音啊 好 来 再来看 再来看 多选题 绩效审计的过程 主要包括啊 立项 准备 实施 和报告 后续跟踪 对不对 怎么样 So easy吧 答案是A B C E 所以像这样的题目 如果在考场上出现 你再做错 我肯定不饶你啊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内容啊 好 那现在把流程做完了 流程做完了 那无论是你的流程明确了 认识了绩效审计 关键还得干呢 干 做 啥呀 方法 对不对 所以在第三节中 将给大家介绍 绩效审计的方法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一章中啊 星级稍微的多一点点的 谁呀 绩效审计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第三节中 有一个小高频 当然第二节 你听完我的课 用了我的口诀 也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好了 第二节 我们绩效审计的程序啊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